这位母亲为了让傻儿子在洞房时凶猛如虎 偷偷往他的晚饭里下猛药 就连儿子在路边撒尿时 也不忘端上一碗壮羊汤 就这样一边尿尿一边喝药 两不耽误 可没想到 喝完药的傻儿子没去干正事 而是跑到酒吧里喝个烂醉 还调戏老板娘的女儿 被撵出门去 在回家的路上 她碰到一个背书包的女孩 药效发作的她一路尾随 嘴里还嘟囔着乌颜慧语 女孩被吓得躲进了路边的小巷子 看着黑洞洞的巷子 傻儿子竟然怂了 转身就要离开 没想到从巷子里飞出来一块大石头 差点砸上她的脚丫子 吓得她直接开溜 此时的傻儿子还不知道 这将给她带来杀身之祸 第二天 那个女孩被晾在了全镇最显眼的天台上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经过调查 女孩名叫秀雅 是一名女高中生 没有父母 奶奶是个名副其实的酒鬼 秀雅要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她 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傻儿子 不顾母亲的拦截 直接将她拽上警车带走 警局内 傻儿子显然还没搞清楚状况 嘻嘻哈哈以为这是好玩 见她不配合 警察让她脱下裤子 用嘴叼住一颗苹果 一记李小龙经典无影角 苹果被踢得稀巴烂 警告她如果不配合 下场就像这颗苹果一样 傻儿子直接被吓得呆住 当然 抓她也不是毫无证据 在案发现场 警察发现了一颗 写有傻儿子名字的高尔夫球 单靠这个给她定罪 肯定是不行的 警察便拿出早已写好的认罪书 想让傻儿子主动认罪 大字不识的 她竟然傻傻地按上了手印 案子就这样草草结束 但母亲根本不相信 自己的二十多岁傻儿子 连蟑螂都爬 晚上还要和自己睡在一起 怎么会有胆子杀人 第二天 母亲来到警局探视 而后 傻儿子被警察带去职认现场 现场围满了吃瓜群众 而此时的傻儿子 还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静笑嘻嘻地对着人群挥手致意 丝毫没有注意到 母亲正在人群中发着传单 向大家解释自己的儿子不是凶手 可无人相信 无可奈何的母亲突然想到 傻儿子的狐朋狗友小黑 他们经常一起去干坏事 然后让傻儿子顶罪 这次是不是也是这样 于是 母亲悄悄潜入小黑的住所 四处寻找 果然在衣柜里发现了一根带血的高尔夫球杆 此时 门外传来脚步声 女孩正在看书 男人却这急忙慌地脱下她的上衣 准备开始干活 丝毫没有注意到 屋内的柜子里藏着一个人 三分钟后 两人沉沉睡去 柜子里的女人趁机溜出房间 手里紧紧攥着一根带血的高尔夫球杆 此时她的傻儿子因为杀人正被关在监狱 这球杆便是证明她儿子清白的证据 母亲来到警局 迫切地向警察展示 可事实表明 球杆上的根本不是血迹 只是口红印 而且还有视频为证 母亲迫切地心再一次落空 她失落地走在大雨中 遇到一个捡破烂的老大爷 随手拿起一把破旧的雨伞 并付给了大爷两块钱 晚上 当她回到家中 发现傻儿子正坐在屋内 可定睛一看 却是白天被自己冤枉的小黑 小黑找上门来 表示自己白白被叫去警局问话 要她赔偿精神损失费 母亲卑微地跪地求饶并递上现金 临走时 小黑似乎良心发现 她告诉母亲 想为她儿子申冤 就换一个调查思路 从受害人秀雅查起 秀雅生前私生活混乱 急不检点 说不定就是哪个情人干的 于是母亲开始着手调查秀雅 她走界窜向 四处打听 顺着线索 母亲找到了秀雅最好的朋友 发现她正被两个小混混 堵在巷子 逼她交出秀雅的手机 看来手机就是这个案件的关键 母亲赶紧打电话给小黑 给了她一笔钱 让她帮忙把两个小混混绑来 一顿拳脚伺候 两个小混混终于交代 秀雅生前在和镇上的100个男人都有人 而且不要钱 只收一袋米或者一瓶米酒 并且用手机拍下了照片 而这两个小混混就是其中之二 如今秀雅死了 他们怕照片泄露 于是想找到手机删掉记录 得到这个消息 母亲连夜找到秀雅的奶奶 此时的她已有些疯癫 母亲用一笔钱就和她换到了秀雅的手机 拿到手机后 母亲来到监狱探视上儿子 让她指认案发当晚见过手机里的谁 结果正是母亲白天遇到的那个剪破烂的大爷 于是她来到大爷家中 借口社区送温暖免费针酒 借机打探情况 没想到大爷道出了害人的真相 女孩放学回家 却被一个傻子一路尾随 慌乱中她躲进一处黑巷子 捡起地上的大石头就像傻子砸了过去 傻子回忆起母亲教她的话 于是她二话不说 举起石头便还了回去 没想到直接砸在了女孩的头上 傻子不知所措 将女孩拖到最显眼的天台上 希望有人看到能把她救下 这是傻子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屋内的大爷目睹了这一切 而如今女孩已经死了 傻子也被抓 面对大爷说出的真相 傻子的母亲不愿相信 并告诉大爷 她正在为儿子申冤 警察马上就会重新调查 而大爷表示自己要报警作证 这正好撞在了枪口上 此时的母亲救死心切 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里 她操起一旁的扳手 一下两下三下 鲜血四剑 大爷当场隐恨西北 看着地上的一大滩鲜血 母亲这才清醒过来 为了帮傻儿子申冤 自己也成了杀人犯 她极力地擦拭地上的血迹 可所犯下的罪恶又怎能轻易抹去 最后 她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将大爷的房子复制一具 来了个毁尸灭迹 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边是傻儿子的锅铛入狱 一边是自己的杀人放火 他们像两块巨石鸭的母亲喘不过起来 竟在这荒凉的原野上翩翩起舞 这是一种无助 更是一种宣泄 之后她也不再挣扎 整日如行尸走肉般 打理着自己的要点 直到这天 警察找上门来 告诉母亲真正的凶手抓到了 可她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欣喜 而是面无表情地提出 要见一见凶手 来到监狱 母亲发现对方和儿子一样 也是个傻子 对方摇了摇头 母亲瞬间泪崩 她知道这个傻子 也只是替儿子顶包的 只因她无亲无故了无牵挂 比自己的傻儿子更加弱势 儿子出狱后 母亲内心的罪恶并没有丝毫减轻 她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 在车站告别时 儿子突然掏出一个 被烧得秀气斑斑的铁盒 这正是母亲落在大爷家的真酒盒 死去的回忆瞬间重现 她即将愈合的伤疤再一次被揭开 旅游大巴傻 众人在歌在舞 只有她沉默地坐在角落 仿佛一切的热闹都是别人的 而自己只有一手的鲜血和满身的罪面 她从真酒盒中取出一根银针 扎在了大腿上一个只有她知道的穴位 一个能让人忘掉苦痛和罪恶的穴位 她站起身来 在落日的余晖中 融入欢歌笑语的人群 这一刻 似乎一切都已经释然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